而指望港股後事方面,國務院昨天發布關於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意見稿 是堅持寧容忍要求要依法從嚴打擊證券的違法活動,而且這個意見稿也提到 將會加大對海外上市中國公司的審查力度,也都會改變首次IPO的審批程序 這方面有機會會阻礙到未來中國企業去海外上市 而申士印表示監管機構要加強跨境監管的合作 完善數據安全跨境數據流動的相關法規,而且要嚴查證券資金的來源 監管風險升溫拖累了美國上市的中概股在昨晚ADR市場下跌 預計港股將會繼續受壓,恒指有機會先試五月份低位27,700點 而今日有兩隻新股上市小鵬汽車和潮聚眼科,昨天在暗盤市場摘幅上落 今日都會成為市場的焦點 今晚的個股推介會說回永達汽車3669 永達汽車是中國領先的汽車經銷商,主要是代理寶馬、Audi等豪華汽車品牌 而且是保時置在中國最大的經銷商,在汽車銷售及售後服務理想的帶動下 而一年首季度盈利升了7.9倍,去到5.3億元人民幣 也較2019年升了5.2倍 近期公司宣布出售旗下汽車融資8%的股權,有助進一步減少負債 而且將資源集中在核心的汽車銷售及售後服務 與其市場反應分別 現場來說,與其市場只有10倍 我們認為未來有重複的潛力 目標價是15.5,指示價是12.5 謝謝 謝謝 本人陳樂儀是證監會持牌人士從事受規管活動 提出海基證券集團 有關牌照詳情請參與以下連結 其及或其有聯繫者並沒有擁有上述建議 互分發學人的財務權益 以上資料是由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提供 指供參考及內部使用 有關資料是根據或源自海基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來源 但對資料的準確性或可靠性 海基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 以上資料或有關人士發表的意見並不構成 及不應該被視為買賣任何證券或投資邀約或邀約招來或懇求 海基及其高級人員、僱員、代理人及聯屬公司 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證券或投資擁有利益 但對於你因使用或依賴以上資料而遭受的損失或後果 概不負責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